请同学们把歌本翻到第186页 今天我们看一看第八课的联习 首先看看这个选词填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心不索 写的是心细 但并不是细心的意思哦 而是说心中没有底 心里不安的意思 或者是觉得没有把握 没有依靠 きちんと 它有很多意思 表示干干净净啊 准确的 正好等 おもいきって 表示大胆的 断然的 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统统斩草除根 那也就是不考虑后果果断的 大胆的去做的意思了啊 てがる 形容动词 表示简便 轻易 简单的意思 ぐんと 是副词 表示使劲 一口气的 まとめる 是一个他动词 表示会总 它的自动词形态是什么 还记得吗 まとまる ですよ 哦 刚说完まとまる 下面它就来了 まとまる 是自动词 表示概括起来凑齐 なりたつ 是一个自动词 它表示谈妥 成立 形成 课文里的原话是 生活はなりたちません 不能维持生活 大家可以把这个选词填空里面给出的词啊 一个一个从课本里找出来 看看它们都是怎么使用的 这是一种非常棒的学习方法 こわれる 也是一个自动词啊 表示坏了 碎了啊 とりこし苦労 注意这个苦啊 念的是拙音 く 表示自寻苦恼 なるほど 它可以做副词 还可以做感叹词 表示跟自己了解的情况一样 或者是表示对对方的赞同 好 看看题目 第一个 今の仕事が嫌なら 如果讨厌现在的工作啊 なら 是表示假设 やめなさい 就辞了吧 那既然是表示这种心情也要很坚决 你就果断的刺了吧 思い切って やめなさい 第二个 名人に教えていただいたおかげで 多亏名人自教 名人传授 ご のうで 这个うで 是表示记忆 ご 是围棋 所以是围棋的记忆 怎么怎么 上がった 提高了 那名人教的 显然提高应该会很快啊 这有名人指点提高不快才怪啊 表示这个进步很快使用 ぐんと 这里还要注意一下 めいじん 不是我们中文里面所说的有名的人的意思 而是指日本围棋比赛的冠军头衔之一 如果要表达中文的名人的意思 一般会说 ゆめいじん 第三个 嵐で 橋が 渗まってしまって 川を渡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嵐是暴风雨 因为暴风雨 桥 怎么着了 然后不能够过河 那既然是桥坏了哈 坏了刚才出现了壞れる这个词 所以是壞れてしまって 好 看第四个 怎么で役に立つもの お土産に買いたいですけど 想买怎么 而且是有用的东西 做礼物 何がいいでしょう 什么比较好呢 能够修饰礼物的词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里面 就只有 てがる这个词啊 就是说 简单轻易 简单使用 就是てがるで役に立つ 好 看第五个 20年先のことを心配するなんて 担心20年後的事情 本当に 什么だ 真是什么 不用想 也知道是トリコシグロ 自寻烦恼 看下一题 好 看第七个 夜 一人で道を歩くのは 什么です 晚上一个人走路的话 那显然是很害怕 或者是不踏实 不安 那是心薄い 一个人走夜路很不安 感觉不踏实 看第八题 普段の努力なしには 今日の成功は 什么なかった 没有平时的努力啊 那什么今天的成功 显然是就没有今天的成功 那这个成功也就是说 它不会成立 不会形成 要用成立 变成它的否定台 就是成立 成立 成立 看第九题 好きな作家の作品を 何冊か 什么 て 読むと 面白い 喜欢的作家的作品 几册 来读 就有趣 这个显然是 要把他的作品 汇总起来读几册 会比较有趣 所以是 まとめて 読むと 这里注意 它的作品 后面使用的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他动词 就是 まとめる 好 看理实体 生活の中で体験したことを元にして 什么他文章を書くのは初めて的 を元にして 是表示 以什么为基础 以生活体验为基础 根据生活体验 写什么文章是第一次 那显然是要用一个自动词 是修饰这个文章的 就是说这个文章是系统性的一篇文章 是整理的脉络很清楚的文章 是整理的脉络很清楚的文章 所以是 まとまった文章 好 看第十一题 Rikさんは何をやらせても やらせる 是从やる 变过来的 是表示始动 就是说 不管你让小路做什么 やる人など的 他都是会怎样做的一个人 现在是可以用 きちんと きちんと就是表示 很认真的 他是做得很规矩的一个人 好 最后一个 这个只剩なるほど了 所以是天なるほど 小林さんは中国に詳しいと聞いていたが と聞いていた 是说 过去听说 就算我曾听说 小林他对中国很了解 然后说 いろいろなことよくしてる 他知道很多事情 那显然是 なるほど 果然啊 是对别人的意见的赞同 或者是对自己了解的情况的一种认可 那他是了解到小林了解中国 果然事实也是这样啊 所以是なるほど 好 我们看看第189面的这个题啊 请在下面的括号里面 填入恰当的中注词 那要做这个题目 首先要弄清楚中注词的概念 所谓中注词是注词的一种 字典中对他的解释是 集中の五につき 文の終わりにあって その文を完結させ 希望 禁止 栄誕 感動 脅威 接在各种词后面 在一句话的末尾用以完结这句话 可以给句子加进希望 静止 感叹 感动 加强语气等含义 比如说 雨が降った 下雨了 雨が降ったよ 下雨了 这个YO就是一个中注词 引起对方的注意 除了这个YO的话 还有很多啊 比如说 可以 かしら な ぜ とも の や 等等 非常非常多 这个や多为男性使用 而且多用于劝语 比如说 もうやめよう呀 拉倒吧 算了吧 然后课文的第179面 重点讲了这个 no 它是用于表示询问 轻微的断定 命令或确认等意思 另外在180面还介绍了 na na kana 的用法 na 它是表示 钦佩 失望 高兴 悲伤 等感叹 还可以表示 愿望 自己的判断 表示 定问 表示定问的话 多为男性啊 女性要定问的话 多用ne kana 是表示 自问或质疑 那如果在kana 前面加上 nai nai kana 就变成了 表示 盼望的心情 就原来是完全 不一样的意思了啊 然后 比较常见的 ne 它是表示 寻求听话人的 肯定 同意 比如说 kyo wa i denki desu ne 今天天气 真好啊 kimi wa tanaka san desu ne 你是天中吧 然后 yo 也是很常见的啊 它则是 表示与听话人 相关的事情 用以引起 听话人的注意 比如说 如果你前面有个人 他把他的手帕掉地上了 你叫的时候就可以说 chotto chotto han gachi ga ojimashita yo 就是表示 前面这个人 我现在说的是与你相关的 你的手帕掉了哦 然后是tomo tomo它是不是特别常见 大家了解了解就可以了啊 它表示是理所当然的 比如你问别人 いいかな 然后别人就会说 当然好了 いいとも 再比如说 冬天了啊 大家说吃火锅是特别的好啊 然后就说 冬天后 やはり 鍋が一番だな 这里的な 是表示那种感叹 冬天果然还是火锅最好了 不喝的时候就说 そうですとも そうですとも 就是 就是 好 关于这个讲解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个题 第一个 会議に使うPPT 忘れちゃったんだけど 探してくれない 什么什么啊 刚才说到过 这个ない 是接在かな 前面比较常见啊 表示盼望 期望 而且这里也非常符合这个语境啊 就是说 我把那个要在会上用的PPT给忘了 能不能帮我找一找 所以是对对方的一种期望 填かな是非常合适的啊 探してくれないかな 然后回答人说 あら大変 哎呀 真要命 どこにある 在哪里 这里有一个どこ 显然是表示询问 所以我们会用 の どこにあるの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首先 南的说 今まで何してた 你到现在都做了什么 那现在是用の 今まで何してたの 好 女孩说啊 日村さんにパーティーで ピアノを弾くように 言われたから それを練習してた 就是说啊 木村 要我在聚会上 弹钢琴 刚才在练习 这里的话是表示 一种轻微的断静 是在回答他的话 我们要用の 而且这个の 是女性用语 也非常符合语境 好 这个男的就说 明天你要弹钢琴 这里我觉得男人 有一种非常羡慕 这个女孩啊 有点钦佩她的感觉 在里面 钢琴都会弹啊 女的回答说 あまり上手じゃないけど 虽然我不是很擅长 显然 这里的这个女的 她是在表达 自己的一种主张 就是她自己 不是很擅长 这样一种主张 我们应该用 ね来表示 あまり上手じゃないけどね 显然这里是一种 谦虚的主张 然后这个男的就说 それは楽しみだ 就说 那真的是让人期待啊 因为整体上的感觉是 这个男的比较羡慕 这个女孩弹钢琴啊 很钦佩 她能够弹钢琴 所以我们要用 那这个感叹词来表示 她的这种 钦佩高兴的语气啊 それは楽しみだな 这个那的话 用长音和短音都可以 好 看第三题 女的说 サークルの仲間とは 時々会合う 这里是询问啊 你和社团的朋友 偶尔会见面吗 所以要用 ノア サークルの仲間とは 時々会合うの 何的说 いや 滅多に合わない 没有 很少见 这里是有一种 失望 遗憾的语气在里面 滅多に合わないな たまに ヒロシと飲むくらい 就是偶尔和这个 ヒロシ 一起喝一喝 喝喝酒之类的啊 飲む 是表示喝酒啊 这里是边回忆 边对自己 轻微的自问 ヒロシと飲むくらいかな 好 这个题很简单啊 是课文里面 出现过很多次的一些 中著词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看看第190面 翻译题啊 始终翻日 好 一起来看第一个 妈妈 已讲定下星期 我要去国外出差 我好担心呀 妈妈 お母さん 下个星期是来週 去国外出差的话 有一种固定用法是 海外出張 你如果不想用这种固定用法啊 也可以说 出張で外国へ行く 下星期 我要去 就是说 这件事情已经是讲定了 我们可以用 ことになった 或者是 予定になっている 所以我们可以说 来週 海外出張 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だ 或者是 来週 出張で 外国へ行く 予定になっているんだ 然后他后面是 我好担心啊 所以有一种 转折在里面啊 我们可以用 けど 或者是 我好担心 ことになったんだけど 不错嘛 いいじゃないか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什么啊 是 何 然后提示这个 一问的 何 我好担心的 是 我担心心拍 然后儿子回答说 因为是国外 我既无认识的人 语言又不太懂 没有这么令人感到没底的事了 所以担心 因为是国外啊 所以是海外だから 或者外国だから 认识的人 知り合い 没有 就是知り合いがいない 既无 又不太懂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用两个摸来表示 既又啊 知り合いもいないし 语言又不太懂 语言是言葉 不懂 是分からない 言葉も分からないし 没有这么 就是 こんなに 什么什么ない 令人感到没底的事 就是心細いこと 那么把它放到 こんなにない 这个句型里面去就是 こんなに心細いことはないよ 所以担心 所以だから 担心心拍 だから心拍なんだよ 好 最后 那倒也是 それもそうだね 这个是习惯用法 或者用 なるほど 不过 でも 那边会有人来机场接你的吧 我想不必那么担心 来机场是空港まで 来机就是 迎えに来る 空港まで迎えに来る 那这个前面的话 还有一个是那边 那边就是向こう 这个是主语 向こうは空港まで迎えに来るんだろ 不必那么担心 不必就是没有必要 必要がない 然后我想 所以最后要用 と思う 来结局 そんなに心配する必要がないと思うの 这里也可以用 の来结局 用我们学过的这个中注词 表示轻微的断定 而且是女性用的轻微断定 活学活用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不必那么担心 我们也可以稍微意一下 就是说你不必担心 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と思うけど 好 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这里 看看第二个 小李 下周系里有个研究发表会吧 说好了你要发言的 内容已经整理好了吧 小李 Lisa 下周 又是下周啊 来週 系里 系就是学部 研究发表会是研究発表会 有个啊 がある 来週 学部で研究発表会がありますね 说好了你要发言的 日语里面很少用あなた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你 换成小李啊 Lisa は 发表 是 発表する 说好了 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计划 Lisa は 発表する予定 なんです 说好了你要发言的 这个是向对方确认 所以要用ね来结局 Lisa は 発表する予定 なのですね 内容已经整理好了吧 内容是 内容 整理是 まとまる 已经是 もう 内容は もう まとまっているでしょう 然后Lisa 说 还没呢 まだです 是吗 そうですか 预先不好好的 整理好 发表的内容 会感到不踏实的 而且会漏讲 重要的内容 预先啊 我们可以用 ておく 整理好 发表内容 就是 発表の内容 まとめる 那么预先 好好地整理 就是 事前に 或者是 あらかじめ 発表の内容 きちんと まとめる 然后他说 不好好整理的话 就是 きちんと まとめない と と 这里表示假设 因为他说的是 不好好整理的话 就会怎样怎样 就会怎样呢 会感到不踏实 就是 不安になりますね 或者是 心細い あらかじめ 発表の内容 きちんと まとめておかないと ちょっと 心細いですね 而且会漏讲 重要的内容 漏讲 就是 言い落とす 然后这里 也可以强调 是表示一种可能性 大事なこと 言い落としてしまう 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或者是 也有这种情况 又一种提示 大事なこと 言い落とすことも ありますし 这个 就是表示 还有另外的情况 因为如果 不好好整理的话 不仅仅会漏讲 可能还会导致 一些其他的 不好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 很紧张啊 之类的 好 最后 是啊 我这两天就写 这样可能会讲的好些 是啊 表示对他的同意 そうですね 我这两天就写 这两天 并不是表示 实际这两天 而是表示 我马上就写 赶紧就写 そのうち 書きます 这样的话 そうすると 讲得好一些 讲得好就是 うまく発表する 他能够讲得好 那就是 うまく発表できる 可能かもしれません 然后这里 因为発表 已经说过很多字了 我们也可以用 いく来代替 就是说 他可以 很好的进行下去 うまくいくかもしれません 第二个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样的 一句话 它会有很多种的 翻译方式 根据这个 意者的 想法不一样 就可以翻成 不同的语感 好 看第三题 这本书 你看了吗 この本を 読みましたか 看了 听说作者 是以生活中的 体验为素材 写成的 生活中的体验 是 生活で体験したこと 以什么什么为素材 以什么什么为素材 就是什么什么 おもとに 这个是课本中学过的 而且这里 他也给的提示里面 有 おもとに 那这个书是主语 所以是被写成 おもとに書かれた 听说 是用素材 是用素材 描かれた そうです 生活で体験したこと をもとに 描かれた そうです 然后这里 如果你不想 以这个书为主语的话 以作者为主语 来表达也行 那就变成了 作者は 生活で体験したこと をもとに 描いた そうです 果然如此 没有生活体验 是写不出 这么好的书的 果然如此 なるほど 没有生活体验 这里没有 我们要用 なしには 生活の体験 なしには 写不出 这么好的书 这么好的书 就是 こんな素晴らしい本 然后写不出 那就是 かけない こんな素晴らしい本 はかけないんですね 然后这里 本 因为前面 已经出现过了 我们可以用 もの来代替 こんな素晴らしい ものはかけないんですね 好 我看第四个 公司一般是 一周休息两天 有时也会 只休息一天的 你还是第一次 去公司工作吧 我想 进了公司 你就会明白 公司工作 有多么不好受 他给出了 によっては 和どんなに 什么什么か によっては 表示啊 这个有时 也只休息一天 这种情况啊 然后どんなにか 那会用在 多么不好受 这个地方啊 不好受 つらい どんなにつらい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整句话啊 公司一般是 一周休息两天 一般是 普通 台下は 普通 週に 二日休みです 有时 那就是 場合によっては 有时也 也只休息一天的 只休息一天 那只我们经常用 だけ啊 場合によっては 一日だけの時もあります 就是说 有时只有一天 那除了 一日だけの時もあります 还可以用什么呢 しかない 也是表示指啊 一日しか 休め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す 然后这里有时啊 虽然我们用的是 場合によっては 是因为他这里要求用 によっては 所以我们用了 場合によっては 其实也可以说啊 偶尔 たまには たまには 一日しか休め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す 你还是第一次去公司工作吧 去公司工作 那就是 会社で働く 就是在公司工作啊 也可以说 公司的工作 你是第一次吧 会社の仕事は 初めてでしょう 这个吧 一般是翻译成でしょう啊 第一次 初めて 然后也可以说什么呢 初めて会社で働くでしょう 都可以 我想 进了公司 你就会明白 公司工作有多么不好受啊 どうも 既然是用他这里给出的 どうなにか啊 不好受是 つらい啊 どうなにつらいか 进了公司 表示一种条件啊 会社に入ったら 明白 是分かる 公司工作 就是会社の仕事 所以整句话连起来就是 会社に入ったら そこの仕事が どうなにつらいか 分かると思います 因为前面用了会社啊 所以第二处 就没有再重复会社 而是用そこ 来替代会社啊 好 看第五题 想法不错 可是对于我这样 没有空闲时间的人来说 好像行不通 他给出了 ように ように 那显然是表示 像啊 我这样的啊 私のように 没有空闲时间 空闲是 暇 没有空闲时间 是 暇がない 那这个 暇がない 是说 没有空闲 像我这样 没有空闲时间的人就是 私のように 今天には無理なようです 今日は 宝宝物 子供というものは かけがえのない宝物です 那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条件是对任何父母来说啊 任何父母 那也就是 どんな親 对什么什么来说 是 にとって どんな親にとって 都是啊 要用 来表示 所有人 どんな親 にとっても 子供というものは かけがえのない宝物です 好 看第八题 这可是要经常带着 他会保佑你 不受伤的 奶奶说着 把护身符 挂在了 孙子的脖子上 给出了 のだ 那显然是表示 强调 说明 这可是要经常带着 但是用 つける 那带着 他这个应该是 护身符嘛 所以是带在身上 からだにつける これはいつも からだにつけるのよ 那如果是 只是这样说的话 显然啊 话语有点干别别的 我们可以自己 加进一些啊 表示感情的 辞进去 比如说 だいじに 你这个要 好好的把它带着 これはいつも だいじに からだにつけるのよ 他会保佑你 不受伤的 受伤是 けがをする 不受伤 那就是 けがをしない 保佑是 守る 保佑你 因为这个 有一点神灵的意思 在里面啊 所以我们要用 禁语 我们要用 守ってくださる けがをしないように 守ってくださるのですからね と おばあさんは 他这样说了之后 然后挂在 孙子的脖子上 所以是 おばあさんは いって 用て来表示 前后两个动作啊 然后是 护身符 是お守り 孙子的脖子 是 孫の首 然后带在他这上面 是要用 に来修饰 这个被带的 这个地方啊 所以是 孫の首にかけて 为他あげた 是表示一个 动作的方向啊 给孙子的恩惠 所以是 孫の首にかけてあげた 好 看第9题 那种习俗 当然不仅是日本 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ふうしゅう 是习俗 にでも 那显然是世界的 很多地方 世界のどこにでも 有 ある 但是因为是习俗 所以主要是强调过去啊 我们要用 世界のどこにでもあった 那种习俗 そういうふうしゅう 当然 もちろん 不仅是日本 日本だけでなく 或者是日本ばかりではなく 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世界のどこにでもあった 好 看理实体 看来我买不起 放弃算了 用的是に啊 这个に应该是表示对象啊 是我啊 对我来说 わたしには 看来买不起 是说 そうもない わたしには とてもかえそうもないから 放弃是 あきらめる あきらめましょう ましょう 一般是说 邀请别人做模式啊 那这里既然是 劝慰自己 安慰自己啊 我还是放弃算了吧 这种余感啊 然后买不起 还可以用 手が届かない 値段が高くて とても手が届かない 好 下面大家把课本翻到 第191面 我们来看一下日番中 近所ににわとりがいて 毎朝 ときを作るのが 聞こえてくる 我家附近有只鸡 每天早晨 可以听到爆哨的声音 ときを作る 是说爆哨 こけこっことないでから しばらく休んで またなく 哦哦哦 鸡叫了一阵之后 休息了一会儿 又叫了起来 またしばらく休んで なく 然后又休息一会儿 再叫 こういうことが 繰り返されるのを 聞いていると こけこっこの間の 時間がどうも 大抵一手のような気がした 听着这些 反反复复的声音 总觉得 哦哦哦 叫声的 间隔時間 好像大体上 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主语 是 こういうこと 所以 这个 繰り返される 是用了一个 被动的形式 它的原型 是 繰り返す 是反复 重复 好 看一个例句 不要重犯 同样的错误 同じ 過ちを 二度 繰り返すな 继续来看 毎朝 そうなので これは面白いな と思った 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很有意思 泣く感覚は大体7秒くらいで 就会再一次 哦哦哦的叫 这里的 わけではない 是表示一种间接否定方式 是委婉的表达方式 比起時計で正確に測らなかった相比 与其更加的委婉 流有余地 为厚文的 頭の中で秒を数える 做了铺垫 看了一句 我平时不怎么做饭 并非讨厌做 只是因为太忙 没有时间做罢了 私は普段 あんまり料理をしないが 料理が嫌いなわけではない 忙しくて やる暇がないだけなのだ 好 继续来看课文 骨骼骨骼の習気は 何か生理的なものである 体脚的周期 大约是某种生理性的东西吧 何か どうするのだか 知らないけれども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再怎样运作 泣きたくなる原動力が だんだん溜まってきて それが一定の値に達すると 苔骨骼骨骼と 鳴るに違いない 使他想叫的動力 一点点积累 等达到一定的数值时 就哦哦哦叫起来了 肯定是这样的 这里的にちがいない 表示一定是 肯定是 表示说话人以某事为根据 做出非常肯定的判断 与大陆相比较 说话人的确信程度 或者是深信程度 都要强一些 常用于书面语 用于口语的时候 就会稍微感觉 有点夸张 好看看例句 画在那里的那幅画真棒 价格也一定很贵 あそこにかかっている絵は素晴らしい 値段も高いに違いない 好 继续回到课文 なぜそれが7秒なのか 他の鶏ならどうなのか 面白い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りそうである 为什么就是7秒呢 其他的鶏又是怎样呢 似乎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里啊 soda 是动词的年用型加上soda 表示根据周围的状况 或外观进行判断 好像是这样 或认为有这种可能性 在这句话中 表示如果深入调查下去的话 可能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好 看看其他的理解 第一 今天热得要死了 暑くて死にそうだ 今天晚上挺凉快 看来可以睡个好觉 今夜は涼しいから ぐすり眠れそうだ ぐすり啊 是形容熟睡的样子 睡得很熟 好 看几个例句啊 由于昨天晚上睡得好 今天早晨心情非常畅爽 昨晚はぐすり眠ったので 今朝は気分がいい 其他的表示睡觉的样子的 米太词还有 うつらうつら うとうと ぐーぐー こっくり すやすや 好 他躺下 刚才那节课